各位网友,各位粉丝们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这一场刚刚结束的 十四届千岁南班半决赛 由樊振东对阵梁敬坤 大胖和小胖的实力 在鬼屏里面都是很强劲的 两人的打发都是相当彪悍 所以今天看他们谁能进入决赛 樊振东三百零一千 他们两个的特点 樊振东三百零大胖和小胖 转身零后一些 反手也相当高利 正反手都很凶狠 而梁敬坤这个正反手也很凶狠 尤其是反手 但是从个头上来讲 好像他转身应该不如反正龙灵活 就是左右衔接不如反正龙 但他单板质量高 据说梁敬坤用的胶皮是47度的 据说他用的胶皮是很非常硬的那种胶皮 一般人大不了 所以今天就看他们俩谁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梁敬坤可能要靠他的单板优势 而樊振东要靠他的左右旋接块 身体灵活的优势 就相比一大块来说 好今天我们进入比赛 我比三樊振东领先 真是短 一打相似 小康的身材明显比梁敬坤要弥陷得多 刚才就是一板正式直线 看能不能看 反手劈 马上测身就一板直线 所以他就这个动作 他明显感觉比梁敬坤 在左右旋接速度要快得多 看7比3领先了 这个梁敬坤就要靠他反手单板支援 你看 我们看 花了个身材 推了个长 弄击了一板 你看 梁敬坤反手一板过 所以这个才是梁敬坤的优势 如果他在比赛当中 那么把他的单板质量一板过的 应是发挥出来 那今天小胖 比他必将是一场落战 8比6 梁敬坤发球 看一打相持 梁敬坤左右转换的速度明显快得多 梁敬坤也想側身拉直线 他给他丢了 4比6 这一季梁敬坤一下比赛 梁敬坤我觉得这一季输 主要是输到打相持 左右衔接速度 不如梁敬坤速度快 我们来看第二季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他发振折短 林高了 看 林高一振手拉球 始终感觉 身材太魁饿了 展开速度太慢了 你看 看 整个身体倒过去了 但是梁敬坤 这个动作标准框架呢 他就很明火 梁敬坤发球 中路偏左 梁敬坤正手测身 得分了吧 是边 看梁敬坤怎么发球 可能一样是真色短 梁敬坤摆高的批了一本 这板批了一本 批到底线 顶着梁敬坤 6比3 哎 梁敬坤感受这一板 又没成功 6比3 我感觉一打相似 梁敬坤吃亏 就是吃的身材 转身不灵活的上面 所以他没有反正 倒板倒得快 左右旋径没有反正快 所以打相似 他真正变现 就始终变到梁敬坤的扣子 这一板 变到梁敬坤前面了 这是打的第二级 他唯一一个变现 先变到梁敬坤前面的 梁敬坤发球 UB5 开始把逆线转了 梁敬坤这次前因飞 逆线转为他利用 贴到大功 好多人接把好坦力下来发球 一道相似来 用他就丢分 8比6 反正龙变化很快 本来像白短的突然拉了一个高调 这次是他 这是他 这是他 斗短球 白龙变化很快 这是他 斗短球 白龙变化 15 一分 看这个就是小胖比大胖聪明 他提前算到他头长 直接反手堵了他一个直线 这让大胖很无奈的关键分 接受打击 10比8 反正龙有可能拿下第二级 梁敬坤连丢两级 第三级对他来说是背水一战 看 梁敬坤能继续扩大优势 还是梁敬坤能有所取册 在战术上 佩佩有所其他考虑啊 梁敬坤2比0领先 气势好像状态有点肥深了 反手相持 3比0领先 这4分梁敬坤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啊 把梁敬坤带到他的套路上来了 梁敬坤改逆先转发球了 改高了 梁敬坤 梁敬坤反手很厉害 接梁敬坤的逆一段 为什么才叫反手0呢 反手相持 好方便了他一个直线 但被梁敬坤堵了一个回头 这几分梁敬坤打得好 看能不能 维持下去 反正东继续逆先转发球 看梁敬坤怎么揭发 拉丢了 逆先转的正确点 用正确去拉 非常容易拉丢 这个 今天我感觉梁敬坤在第三版过渡太多了 看 反正东揭发过来 他始终现在摆一个短 够多一点 他应该还会前三版优势 用单板质量的阴梁敬坤 看他又是摆了一个 每次接这个 梁敬坤的逆前转发球 都接得很高 他用正手去接看 摆高啊 他虽然加了点闲战 做了点保护 但是对于梁敬坤这样的高手来说 没用了 好我看到了那个超红地坤的 对于世界 暂停了 本来5比0点前 一下子被反正东追到6比4了 看暂停回来怎么样 看反正东接他的逆前转发球 是跑到右半点的名堂 6比6 这个暂停效果不好 反正东发球逆前转 他还是踩起正手摆 摆个地就被梁敬坤了 用梁敬坤不行吗 他终于梁敬坤 但是他梁 梁敬坤的正手 梁敬坤有准备啊 躲了个肥头 0直线不行吗 看他列线在发球 梁敬坤明显就小球比他摆得好 至少不冒高 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的小球技术差别 明显 梁敬坤在控制球上 比梁敬坤还是极高一筹 8比7 再来看梁敬坤的发球 是不是还是逆前转 看梁敬坤怎么切发啊 逆前转 看梁敬坤基本上摆了他中线 摆得很低 而梁敬坤接 梁敬坤的逆前转发球 他右手就批一板 往往都会批高 看咱们看一下啊 看 这一板还批丢了 就说明他小球技术不如梁敬坤了 再来看这个 终于用梁敬的那个直线 看得了一分 对接着的逆前转正手段 可以临直线也可以临学线 还可以正手批 摆短都可以 但是梁敬坤今天 正手摆短摆得不好啊 这几年前 临时又来了 是不是 梁敬坤很傲了 看看这一局能不能拿下 看这先吃 梁敬坤 看10比10最关键盘 看怎么算计对方 一前转 看又摆高了 所以今天梁敬坤接这个 梁敬坤的面前转发球 能不能正手批啊 批得太高了 再看梁敬坤怎么接 看梁敬坤就摆得相当好 而且摆了中线 球也不冒高 所以梁敬坤 今天的明前 看打三次 梁敬坤 策送了点快 第四季看梁敬坤能不能有出奇事 还是说 无论 看整个凝联坤 了 啦 小胖控制球比梁静坤控制的好 看小胖每次都摆到他中线 这个批长顶住梁静坤 再看小胖的夜线转梁静坤揭开 基本上是冒高 所以这怎么打呀 现在梁静坤基本上处于下风球 这一半是他的特长 击合一分 梁静坤的夜线转在看樊静东 轻轻摆一下 他至少不冒高 虽然说梁静坤进攻得手了 所以梁静坤的小球技术还是不如梁静东 看樊静东这一半摆了他的底线 把拿成功得分 再来看梁静坤如何接他的夜线 凡手零了 零了个直线 但是又被樊静东堵了个肺头 大胖打得很无奈啊 这一半拧得好 你那个追身 但是仍然被樊静坤顶着回去 所以他很无奈啊 大笔 小胖 大胖没脾气了 基本上可能要放弃了吧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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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梵静东 单板质量发挥不出来 会怎么打啊 10比5 10比5了 又是女神又摆高了 小胖打丢 逃过一局梁静坤 10比7 来看最后一个折 梁静坤发了一个盛情 在中路偏走 小胖摆他底线 再回出 小胖再摆 连你跟白胆收尾 输掉了比赛